家里没什么吃的了 吃点水果 别忙活了 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我最近生理期身上难受 阿诚 你能帮我冲杯红糖水吗 你那哪是脸色不好看呀 你那是脸不好看 喝啥也没用 回来睡会儿啊 放好了酒 他怎么这样啊 男人嘛 都这样 热恋期一过就不把你放在心上了 热恋期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三个多月 才三个多月 那他现在还会及时回复你的消息吗 阿诚 你怎么来这儿的呀 你不是一直没回我消息吗 我就直接来找你了 阿诚 这女朋友啊 我表妹 表妹 你说你出门连个窗户都不滑 那俩人斑斑点点的 你再看你别上那小黑点儿 恶心死了 我说你是我女朋友不丢人吗 我不回你消息说明我在忙 以后能不能懂点事儿 那在你闹脾气的时候他会哄你吗 那在你闹脾气的时候他会哄你吗 你又说你没有意思吧 可是我真的很想要那束花 你就不能买给我吗 鲜花配美人 你开瓶料你配吧 你开瓶料你配吧 那他对你平常说的话还会放在心上吗 你看你现在两样油光满面的 给你口锅中炒饭菜 那上次我让你帮我从你姐的化妆品店里带着清洁面膜 你不是忘了吗 我这天天忙得尿死哪还这些小事儿呀 什么热恋期过了就不把你放在心上 他这根本是没有心 我和桃桃都结婚七年了 无论我给他发多无聊的消息 他都能秒回的 看看这条云像不像小狗 我这儿的云好像痛了 永远把我的情绪放在第一位 不是要出去和你女同事一起吃饭吗 怎么不去啊 别的同事也能陪他吃呀 但你只能由我陪 我随口说出的一句话 他都能放在心上 哪能哪能哪 好的那怎么突然买面膜啊 你上次不是抱怨说你脸上出油长黑头粉刺吗 这可是我拖了好多人才问到的这块面膜啊 才三个月 我劝你还趁早跟他分手 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 但是我真的是实打实的喜欢了他好久 毕竟我也付出了这么多 我不想就这么放弃 半板 你傻呀 错的人就是错的人 他不可能因为你能忍就变成对的 你只是上错了车 不能因为投了币就不舍得下车吧 因为错的车 永远也到不了你想要的终点 你们干嘛 既然你对半板闲东闲西 那为什么还要在他租的房子里住的这么乐呵 现在你们俩已经结束了 请你出去 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你算哪根葱啊 孟半板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分手吧 原因呢 我闺蜜不喜欢你 我闺蜜不喜欢你 我也要在 ск也 那怎么回事 在这边 快笑 快笑 我再来 我杀了 快笑 快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